各位马迷,在过往四个赛事 有一个投注的程式是连赢四天的 简单来说,是投注每一场的隔晚大热门 从第一场开始投注,有利润就立刻停止等在下一个赛事 暂时这四天的结果就是 第一天8号第一场隔晚大热门是上市魅力 所以,投注一注派彩是28 即是投注一注得1.8注 9月11号隔晚大热门在第二场胜出 即是投注两注收回3.65注 即是正利润是1.65注 9月15号隔晚大热门在一场胜出 共享富裕投注一注得20.5元 即是正利润是1.5注 刚刚过去18号的跑马地夜赛 隔晚大热门在第五场才胜出第一场投马 9月11号隔晚大热门在第五场才胜出第一场投马 9月11号隔晚大热门在第五场才胜出第一场投马 即是投注了5注收回52.5元 即是等于淨利润是0.52注 总结来说 4次赛事总投注是9注 总收入合14.2注 淨利润是5.2注 以百分比来计算是赢57% 这个程式暂时来说是积存到5.2注的利润 看看今天又会怎样 昨天的表现等于将来的表现 但是有积存了利润在 在未来继续投资下去 有一个比较好的基础 希望大家赢多些